10年前 正属于联盟的美术颠覆期 原画 模型乃至地图 都处于新老交替的阶段 本期来聊几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老英雄 先来讲两个重作最早的英雄 艾希和崔斯特 这两个英雄 在国父上线不久后 也就是S20迎来了重作 他们最初的模型长这样 很浓厚的老Dota位 但重作后的效果 依然不是很到位 这十几年来 艾希优化很多次模型动作和技能特效 就连玩法也有小改动 但评类还是显得很僵硬 这也是艾希的两大T二人气这么高的原因 卡牌在经历模型和特效优化之后 以现在的眼光看 虽然老了点 但至少玩起来还过得去 总的来说 从2012年缝缝补补至今 这两位英雄 可以算是不健康队列了 在S3重作的剑圣 戴伦和狗头 就算是相当健康的存在 当年叱咤风云的AT剑圣 在峡谷横行了半年之久 悬头才意识到不对劲 你这拿剑的高达 怎么戴个法帽挂个明火 所幸直接把模型和技能品都给改 但整体玩法还是AD剑圣那套 这套模型沿用至今 玩家们也比较满意这套动作系统 不过剑圣在重作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都没有出新皮肤 但不明则已一名惊人 第二原计划 被不少玩家誉为剑圣原体 戴伦早期憨憨的形象 不知道各位老玩家还有没有印象 用拳头捶人的动作 属实憨厚 一和二技能的释放相当快速 并且带有符文法印 细节还是挺到位的 就是看上去很败 新版黄金色的特效相当霸气 评位动作也十分流畅 最让人惊艳的还是 新版大招的斩杀效果 屏幕会有震感 而钢铁军团算是跨时代的产物 它的走路姿势和一系列攻击动作 与其他皮肤明显不同 有接近T2皮肤的趋势 在重作后也是如此 只可惜没有升格成T2 比较让人遗憾 老狗头给人一种埃及老法师的感觉 特别是一和W的表现 这一套下来给人一种很痛的错觉 尤其是W这一堆鸟 属于是不明角力系列 那个时代的英雄 脚比头还大 可谓是一大风向标 重作后便迎来了T2皮肤炼狱魔犬 可谓是狗生巅峰 但炼狱魔犬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 国服的语音都是没有汉化的 所以一直无人问津 并且T2技能在视觉上有延迟 所以狗头玩家更爱用其他皮肤人 无论是PU技能除地 还是一和二的法印 都更有感觉 其实还有很多英雄重作都过了十年 比如老鼠 大头和西维尔 这十年间 也陆续重作了很多英雄 我就只想问一句 喧桃 你啥时候给我光来一次整容啊